最近服装场已经到了淡季 现在是十个场九个空 大部分服装都停业了 看看一场一场大部分都关门大吉了 现在服装行业正式入了淡季 外边的吃也停了很少 这有个场开了也没几个人在干活 这边的场效益都不是很好 现在世界因为怎么说呢 现在每年到现在都是个淡季 我们做小吃的也不好做 因为他们赚不到钱 我们更赚不到钱 看这几个场全部都是关门 好多老板都放假回家了 工人也顺便回家谈亲一下 别忘了关注宾哥 每天分享我身边的事 明天见了 再老板赔到连裤衩都不剩了 南昌重奢行广场 武商广场 人寥寥无几 看看 很多商场都没有 都没有摆满 都没有入住 很空很空 没什么人 再来看看 号称南昌的 号称江西的重奢行广场 武商墨 整个楼都没几个人 整个楼都没几个人 卖衣物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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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工资全行就是2500 三个月有31天 那大概一天就是80块 然后我仅了8天的价 8860是640 2500减去640 然后因为换了点小处 减了100 那我三个月只剩下1740 搭币铁费 它是1540 交房租的话 交房租算它500连续店 对吧 最低 那就剩1040 1040 1040存300 那还剩740 衣服的鞋费就不买了 衣服的鞋费就不买了 740 740除以30天 23的6 28 2714 哦不对 3721 34 12 那一天大概就是25块钱的 那一天大概就是25块钱的 一天大概就是25块钱的火司饭 我失业半年了 一直找不到工作 和老婆商量后决定 今年不找工作了 选择躺平一年 今年的就业环境异常的困难 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工作都极其难找 图的简历基本上都湿沉大海 但凡有面试的 也只是有上文没有下文 和老婆商量后决定 与其为了找工作焦虑 不如索性选择躺平一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我不像其他朋友 在上海有房贷 我们既没有房贷也没有孩子 与其让自己陷入焦虑 还不如休息一整年 钱是挣不完的 曾经我们也是为了买房省吃俭用 还好现在还有一些积蓄 在大环境不好的今天 可以坦然的面对 上面是我一个朋友真实的做法 在就业环境异常困难的今年 有多少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呢 但是高额的房贷和家庭的开支 让他们不得不继续焦虑的前行 最近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4月份16-24岁青年失业率为20.4% 朴素点讲就是低学历的青年就业更加困难 这个年龄段一般学历比较低 就业门槛相对不高 选择的就是制造业 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等等服务行业 也反映了这个行业的不景气 前段时间爆出的小米武汉公司 裁掉9成35成以上的员工 虽然小米辟谣了 但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吧 五八同城又爆出裁员比例高达30%到50% 后面肯定还会陆续的打厂爆出裁员的消息 另外还有一个1000多万的应届毕业生即将毕业 今年注定是不平凡的 朋友们且心且珍惜吧 开了20年代的工厂 决定躺平了 这个是我的其中一个供货商 今天跟他老公还带了另外一个他的朋友 过来我店铺里面坐 就为了给我们这些所谓的老会员吧 一些交代啊 带了另外一个供货商推荐给我们 说他下半年呢就不会再生产新款了 只会清负存 我问他我说你都做了几十年了 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放弃 他跟我说真的扛不下来了 他说现在连进材料的钱都没有了 然后呢就是三甲债 你欠我的我欠他的啊 但是现在的材料很多原材料工厂啊 现在基本上都是要现金进货 你没现金的话 人家都不肯收获了 因为收不起来了 所以他决定就是先把工厂停掉 听到他这样的时候啊 真的特别特别替他心疼啊 因为再怎么说他也是开了二十年的工厂啊 他说这两天就是把工人的工资发完呢 然后呢就什么人都辞退了啊 该反正该交接的已经交接的差不多了 剩下的呢就是靠他们两公婆发发货啊 把以前这些账收回来 然后把他的上家的这些工运商的这些钱把它还掉啊 他说然后调整一下看看明年能不能重整齐果 但是今年的话他说他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每个月连工的那个房贷车贷都是提前跟我们这些 就是我们是他的下家嘛 跟我们说叫我们尽量啊 快一点给他周转上去 这样子 真的太难了啊 今年的大环境很多人都说下半年会好下半年会好 但是现在是七月份了 我告诉你们今天是星期六啊 如果是往常的话啊 星期六我的生意会特别好 但是你看啊 昨天只做了三百多块钱 昨天不能算啊 因为昨天真的是狂风暴雨 今天呢 今天下了一个上午的雨 到现在的话大概做了八百块钱 真的今年的生意没有忘记 完全没有忘记啊 往常的话像我们这种店铺 一般都是星期六星期天 要做平常两天的时候 但是现在做不了 就是平常啊 平常能够做个五六百七八百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 真的很可惜啊 一个干了二十年的工厂 又倒下去了 太难了 不知道老铁你们呢 今天生意好吗 你们呀 有什么样的 你们呢 你们吃的 老铁鲁鲁鱼